我是五年,我和足球由球迷變球證,然後變成一個球會的負責人 巴塞是好,但如果在巴塞這個理念裡面 如果我們只說,我想結智,去不斷地拿全香港青年賽事的冠軍,其實是沒用的 我們其實很希望,譬如我們在董智英的體格裡面,我們是訓練一些球門出來的 我們是期望,不單止是不抗拒,我們是期望,他去打藍化,他去打神器 我們現在有很多,我們當然有潔智二批,大宗二批 但也有各別的去藍化,去神器,去元朗,其實我們是期望將他們刪除 我們最後,為何要成立一個潔智基金有限公司 其實潔智基金有限公司,就是要為香港,去培養一些,在非謀利的情況之下 去培養一些,香港未來的代表女的球員 就不是說,要去為潔智,培養這些球員 當然,鎮水流台,怎會才會得到,你看到一個很好的球員 在你那裡出來這麼多年 第一,他會對潔智或者對巴塞,是會有一個歸述感的 如果那個球員在你那裡很久,他又踢得很好 但他不想幫你踢我,其實是我們的問題,不是那個球員 那還有一件事,潔智一年可以吸拿幾多個上來的球員 在甲組裡面,如果我們不斷競爭,要爭標 可能在每年裡面,我能拿到兩個球員,三個球員 在甲組裡,其他他們怎樣 難道我說,因為你踢不到潔智,你不能踢球 不是的,那他們就去其他球隊 其實對潔智來說,我們覺得我們很近 但是在很近這個角度來看,你看看我們的球員 平均來看,其實我們很學生 我們最老除了朱兆基之外,講本地球員 其他那些都是8300,8400,甚至有些89800,這些球員 其實現在這一班球員已經吸收了很多先進在足球裡 就是打趴賽這個風格 其實再過一兩年,這些球員繼續成熟的時候 而是,譬如拿他請求的那些球員 有些已經是可能會退役的時候 但是後面補償的那些球員 我相信結智是會越來越成功的 其實我們也是跟冠軍,現在差不多碰到 現在 裁判的水準不穩定 裁判也是我很關注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未能夠保障球員的安全 這些是最關鍵的,因為他們穩定 所以,譬如說,我們其實有很多規矩 舉例,你拿了五個王牌,然後不打 但是有些王牌就想保護其他 當你有無理投的王牌,又不能搏的時候 就經常有些球員要停賽 其實對球員的投資是很不高的 如果你說,我也是說,我鼓勵球員打發我 但是,是不是真的把王牌是值得要拿的 而是,譬如紀律呢,在幾多小組方面 我自己對幾多小組的批評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是當作是一個遊戲 在他們的贈禮來說是一個遊戲 他們的貫乏就是比較… 我喜歡的貫乏就是貫乏 沒有一些…不能夠維持一些穩定性 不要跟別人爭,不要跟別人比 但最重要是跟自己爭,跟自己比 今天要好過今天,明天要好過今天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亦希望貫乏的球員可以保持這樣 就是越來越球 其實那些錦錶就會自自然現 你不需要強球都會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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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